同学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几个视频当中的话 我们会讲到这个张千杯里边的左右结构 它出现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左高右低 一种左低右高 比如说这页的这个除字和这个公字 这两个字的一个感觉 一个是左边偏高一点 一个是右边偏高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一次呢 这次课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左边偏低一点的 右边偏高一点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左边整个感觉是比较瘦长一点的 对吧 右边呢 右下角渗出来很大一个空间 对不对 好 整个左半部分的这一个空间 重心也是很高 在下面部分也留出了很大一个空间 好 整个字的笔画集中在这个上面部分 空间留白主要集中在下面部分 那是这个字的一个空间特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 这个月字旁 它是一个瘦长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写线向笔画的时候 就可以刻意的给它拉长一点 好 现在我们第一个笔画写完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这个线先是垂直一点 然后往内收一点 好 再垂直 然后再平向推过去 好 右边这一条线呢 相对游戏再到粗 收笔的位置的话 它是比横向 比这一个笔画的一个收笔位置更低一点 好 整个线条的粗细对比也是比较大的 对吧 这一条竖线它的一个提案幅度比较大 好 接下来写这两个短横 这两个短横的话 是有一个倾斜角度的 它是一条斜线 这两个短横都是斜线 倾斜的感觉表达出来 好 然后我们看一看刚才分析的 这个月字旁下面空间留得比较大 对吧 现在已经表现出来了 至于这个大多少 我们也可以从字贴上去得到 基本上就是这条竖线的一半多一点点 我们自己在字贴上也可以拿一个直尺去量一下 好 写完左半部分之后 我们写右半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来参考这个左边的感觉 左边的一些笔画 我们就可以用来参考 这个搭建还是偏方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下面的空间 是不是也是流出来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左边低 右边高 这种类型的一个字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好了 一个有点好有点好 你可以把减少一点点 这一个减少一点点 好的 这个我会参考必须 就是这个项一念 感谢观看